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要介绍单层结构厂房钢屋架的安装基本流程及注意事项 第一 我们来看一下安装钢屋架的要求 一 钢屋架可用自行起重机 尤其是履带式起重机 塔式起重机和尾杆式起重机等进行吊装 由于屋架的跨度 重量和安装高度不同 亦选用不同的起重机械和吊装方法 二 屋架多做悬空吊装 为使屋架在吊起后不致发生摇摆和其他构件碰撞 起吊前在屋架两端应绑扎溜绳 随吊随放松 以此保持其正确位置 三 钢屋架的侧向刚度较差 对翻身扶振与吊装作业必要时应绑扎几道山杆 作为临时加固措施 我们通过下面这个图来看一下 第四 钢屋架的侧向稳定性较差 如果起重机械的起重量和起重臂长度允许时 最好经过扩大拼装后再进行组合吊装 即在地面上将两品屋架及其上的天窗架 柄条 支撑等拼装成整体一次进行吊装 五 钢屋架要检查 矫正其垂直度和悬杆的平直度 屋架的垂直度可用垂球检测 悬杆的平直度则可用拉紧的侧绳进行检验 六 屋架临时固定可用临时螺栓和冲钉 最后固定移用电焊或高强度螺栓 第二 我们来看一下屋架的绑扎 屋架的绑扎点应选在上旋节点处左右对称 绑扎中心即各支吊锁的合力作用点 必须高于屋架中心 使屋架起吊后 基本保持水平 不晃动 不倾翻 吊锁于水平线的夹角不宜小于45度 以免屋架承受过大的横向压力 必要时可采用横吊梁 对于不同跨度的屋架 绑扎形式如下图所示 根据跨度不同有四种绑扎方式 屋架跨度小于或等于18米时采用A图所示 屋架跨度大于18米时采用B图所示 屋架跨度等于或大于30米时采用C图所示 三角形组合屋架可采用D图 屋架绑扎后 吊桩 扶阵和就位在这个过程需要注意 以下几点 一 屋架扶植时并采用必要的保护措施 必要时进行验算 屋架扶阵有正向扶阵和反向扶阵两种 具体扶阵的如图所示 三 屋架扶阵之后立即排放就位 一般靠柱边斜向排放或以三到五品为一组合平行于柱边纵向排放 之后进行屋架的吊伸对位与临时固定 屋架的吊伸是将屋架掉离地面约500毫米 然后将屋架转至安装位置下方 再将屋架吊伸至柱顶上方 约300毫米后 缓缓放置柱顶进行对位 屋架对位后应以建筑物的定位轴线为准 屋架对位后立即进行临时固定 工具式的支撑构造如下图所示 一 钢管 二 撑脚 三 屋架上弦 屋架的矫正举最后固定 屋架垂直度的检查与矫正方法 是在屋架上弦安装三个卡尺 一个安装在屋顶上弦终点附近 另两个安装在屋架两端 屋架垂直度的矫正可通过转动工具式支撑的锣栓 加以纠正 并垂入斜电铁 屋架的临时固定与矫正如下图所示 图中 一 是工具式支撑 二 是卡尺 三 是金尾仪 屋架矫正后应立即电焊固定 本讲到此结束 希望大家对本讲内容进行梳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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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�